2020年3月16日至5月10日 全法隔离56天 我们主动给蔚来做了文字和影音档案 我们是在巴黎的一家三口 Z妈妈是在艺术领域从业的中国人 F爸爸是法国知名摄影家 还有三岁半的琥珀 她最爱粉红色 是冰雪女王艾莎的头号粉丝 隔离期间我们用中、英、法语 创作文字日记59篇 视频日记43部 发布在社交网坡上 就像是做了一场虚拟世界里 多人互动的行为艺术 法国解封了 这场近60天的连续剧 需要一个大结局 你是否和我一样 想去远方旅行时 买下机票的当下 非常兴奋 在日期来临的过程中 最初的状态是越来越不能忍受当下的现状 一阵子后 还是按现状的节奏继续下去 并习惯她 甚至找到点热子去享受她 偶尔被别的透不过气来时 就拿机票上的时间给自己打气 最后 出发的日子静了 却开始毛躁 想着现在的节奏要被打破了 有些坐立不安 直到拿上行李 坐进驶向机场的车 又瞬间充满能量以及美好的运气 这段时间 我们整天在这两时一厅里 我们在巴黎 我们却被迫和巴黎说了再见 我记得 有次F爸爸出差一个月回来 我们俩走在夕阳下的马黑区 要去参加一个展览开幕酒会 F爸爸告诉我 我热爱我的工作 也享受出差做报道 但每次一回到巴黎 就俯首于他不可思议的美 同时也让我知道 我有多爱你 我选择更多的 我选择更多的 因为我必须要做的 每个人 但诶尔与 我没有人 我没有人 我必须不见 巴黎 我必须也 尤其是很困难的 它不是很容易的时间 我们有时候的危机 但是后来,我认为这尤其是尤其是随着我的关系 就是像一个护士忌语的医生 两个月的病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九周半的空档 回家的电梯上 F爸爸跟Z妈妈说她很紧张 头发蒙 人发抖 我前两天就是这个状态 Z妈妈打倒 知道变化就在眼前 知道将告别这暂时的习惯 违归曾经长期的日常 隔离经历的特别之处是 明知道 解封后的日常生活和从前一样 却会慌张 不确定自己 像彼时一样擅长 几小时候 F爸爸和Z妈妈 似乎找回各自以往的节奏 他们异常平静 却有些恍惚 一种不真实的真实 就像Z妈妈的父亲所说 隔离按下的是暂停键 但重启并非从前之光景 隔离如隔世 一切须推导地重来 法国世界报一篇文章说到 目前法国问诊心理医生的人数 成倍增长 一部分人是因为 无法适应隔离期间的孤独感 另一部分人是因为 太适应隔离宅家 而出不了气 隔天 F爸爸对Z妈妈说 隔离的当下 很多次他觉得没有尽头 感到无奈 如今结束了 觉得总的赖说 一家人走得更近了 F爸爸和Z妈妈 终于一起共事了 他们对琥珀的爱 也更加强大 现在 每次他们想起琥珀时 只会想着 他的可爱 隔离期间 大家都压抑和妥协 目前这久违的个人空间 和彼此之间的距离 让爱更美好 我们 zg 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